大家好,欢迎来到伊拉罐的记事本,我是Iris 我叫Iris,我不叫伊拉罐 最近因为和湘宜一家的互动呢 得到了很多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留言 哇靠,我哪见过这个阵仗啊 做梦都要笑醒好吗 主要是因为我在我的视频里 大部分时间都比较不修边幅,比较邋遢 所以我决定录一个视频 告诉大家,少侠别走,没走错门 其实主要还是想和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那伊拉罐呢,是我给我房车取的名字 但是如果大家想叫我伊拉罐的话也没有关系 毕竟我的身材在逐渐伊拉罐化 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在广大网友的努力下 我的频道的名字就改成了住在伊拉罐里的伊拉罐 but anyways,我们的频道呢 主要是记录旅行和房车旅行相关的vlog 也欢迎大家去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那我们的二人小作坊不管是在拍摄还是后期制作方面 都还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 但是每一条视频都是我用心剪辑和制作的 所以得到那么多朋友的喜欢和肯定 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啊 人间自由真情在啊 那由于我的剪辑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的YouTube channel每周四下午每夕时间五点更新 大部分视频呢也会同步更新到西瓜 我也会努力再捡起来那已经被我练废了的抖音号 昨天肖恩还跟我说呢 你也太沉得住气了吧 还不更新 我说大哥我也想更新了 但是我这速度跟不上啊 但是我会努力跟上肖恩的节奏 不辜负肖老师和丹丹老师对我的鞭策 不过到时候如果头突了的话 大家不要嫌弃我 因为和屏幕前的你脱不了干系 你看别的没学会 这道德绑架 CPU PPT UPU APU PUA 学的倒是挺快的哈 那好了 欢迎大家常来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聊天吹牛逼 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请继续不要停 好吗 好的 谢谢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